感动 行动 真感动 这个在你读上大乘经典的时候 有时你自己会开悟的 什么叫开悟呢 在我们帮助别人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会有时候不精进了 心里砸了 怎么砸的 哎呀这样一天好累 竟帮助别人了 那自己呢 修行好像没得力 应当自己是坐镜家修炼去 这一天已经帮助别人了 我曾经在念经的时候 那天好像怪咳嗽了吧 打嘴 打嘴又得到一种启示 说你在干什么 菩萨行菩萨道在干什么 不是坐在山里的修行啊 这三心里帮助什么 咋叫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没有自己了 什么自己修行不修行 直接不直接了 精心不 没有自己了 把你全心全力 看一切众生 维护一切众生 牺牲自己 利益他人 这才叫行菩萨道 而自己坐那儿修行 你行什么菩萨道 你度谁去啊 谁得到你的好处了 你度三里修行 你自己在那儿 共有惯想 没人见下 没人能得到你的好处吗 这叫行菩萨道吗 就是准行菩萨道 你没的本事怎么能行啊 说先修炼本事 等我有了本事再去做 这是一种菩萨 另一种菩萨 他从发心的时候 就没有自己了 就把自己的身心 一切都供养给众生了 没有自己了 利益众生是这样利益 那些大菩萨行菩萨道 什么叫披甲精进 就是发大寺院 瑕疵百千亿劫 咱不说这么多了 一个大千劫 大千劫 大千劫是好多年呢 没法计算 在佛经上这样计算 佛教授我们 人的寿命 从十岁开始 过一百年争一算 过一百年争一算 争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算 这叫争结 过一百年争一算 过一百年争一算 争到柔和人的寿命的十岁 这争争争争争争 叫一小结 结是什么呢 印度话 叫结波 结波翻过中国话 叫十分 时间的十分 这个广说结 把脖子撂了 全文应该说结波 十分 在佛经上讲 没有长 没有短 从什么地方建立呢 从众生心来建立的 佛讲经时候 这是一时 被说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一时 什么一时呢 因缘弃合了 有听的 佛就说 有缘的时候 这样一时 因缘弃合了 就这个时候 每个法会 因缘强说了 就是这个实话 这叫实 刚才我讲这个 一争争争争争 这叫小结 这个时候 他拿计算机算过 多少亿万年了 我记不得了 这个小结 积累到一千个 这叫终结 把终结再积累一千个 叫大结 一千个大结 一千个大结 这个时间咱们没法算的 不是咱们的自立 等将来 大家读到华严经的 四季成教 俄升齐品 俄升齐品 专讲数字的 那个数字 就以我说这个 经过这么算的 这是做一个基础 这是基础 就是一个一 在这上来算去吧 增长数字 大数有一百多 大数有一百二十四个吧 在俄升齐品说了 那不是凡夫的自立 所能达得到的 我们说这个一千节 一千大节是 作为好长时间的 一日一夜 现在我们人间的五百年 四天王的一日夜 四天王的一千年 倒立天的日一夜 倒立天的一千年 夜末天的一日一夜 夜末天的 这个一千年 斗帅托天的一日一夜 这样算起来 说天日那个寿命啊 比他们就长得多了 如果你跺地狱的时候 这个地狱的时间 跟人间是不一样的吧 那个算法是不一样的 他那个是更长了 更长了 这个数字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发了大寺院了 等于披上盔甲了 随着你这个寺院 去利益众生家 随着寺院利益众生家 那大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 随着他 这个有缘的 就经过地狱好长时间 把他度了 他不舍一个众生 像这种普遍的说法 普遍的说法 这是众善根 众善根 普遍的众个因 如果你要一直度他 嘴如不舍的 那是大菩萨愿力 但是菩萨就度这一个众生 不是的了 大家知道 菩萨要画千百亿万身 对众个众生 一个化身度他 对那个众生一个化身度他 所以菩萨不得化身的 千手千眼 一 两个眼睛 两只手 独自说忙不过来 那怎么办 化身一千只手 一千只眼睛 够用吗 一万只眼睛也不够用 十万只也不够用 他能化身无尽的 像地藏不得化身的 文若实力菩萨容易千截 试验 文若所化身的 地藏菩萨所化身的 文若菩萨算一千截都算不出来 那天到地藏法会 到佛说地藏经的法会 都不能禁说 化身的多 因为众生多 他化身就多 化身就是什么呢 就是作义 他心里一作义 跟着你这个众生度你 到把你转化了为止 这叫经济 经济是度众生经济 而不舍 生生世世度众生 但是四线什么神都不一定了 或者四线比销尼神 四线比销神 四线悠伯赛神 四线悠伯一神 乃至于四线的飞禽肘兽 大菩萨都四线 那个众生度了 他要度那个众生度了 出生到了 他也就随着他去 化身出生来度他 文若菩萨画像猪 猪的名字就百合 要专门度那些个猪去了 懂得这个道理了 这就叫经济 我们把经济讲的 今天我二十四小时 我夜不导弹 日中一时 我给你讲 这叫经济了 这个经济太描显了 算不算经济的 算经济 经是存 如果大家修念法法门 只修念法法门 我读幻经 也是回向 极乐世界 读法和经回向 不论我修什么 乃至上殿过堂 吃饭 穿衣服 都是回向极乐世界 那天 我说一个 我说上厕所都在回向的 都是学佛法的 有人跟我说 老法师你说的不对 我上厕所不是 那些个地方很脏的 我说你呀 一面罩就不脏了 我说你都普贤菩萨 文陆斯利普达 经横篇 咱们快讲到了 十一卷 但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弃贪嗔词 捐出罪罚 你到厕所也在度众生呢 让众生把贪嗔词都去量 一举一动 取心动念 都在度众生 这叫什么 这叫经济 这才叫经济 不过咱们大概说这些的 经济到 每个十度 将来都单讲的 都厚文 你听到普贤菩萨 怎么讲十度 文陆斯利普达 怎么讲十度 文陆斯利普达 叫三才通子 五十三叉 十度啊 十度还有五十三个位子的 叉了五十三叉 里头都是十度 五十三个 五十三位菩萨 所说的十度都不同 你在信位菩萨 怎么行这个十度 四界引进禅 慧方愿力自 十度 赶紧道 一位一位 善子 所说的十度 都不同 都不同 一位 有一位的 行十度的方法 一位 有一位 行十度的方法 那这究竟成佛了 佛度一些众生 是用些个什么 善巧方便 那你学不完了 没有数量 十度变成一度 这叫经见 佛酒修行 无量节 禅定大海 不清静 故令见者 深欢喜 烦恼 战狗 虚除灭 这叫定 六度的禅定度 定度 范语叫禅诺 印度话叫禅诺 凡的禅诺 这么华言 叫净律 净律 定的名字太多了 净律 三昧 观照 都是启发定的 什么叫禅定呢 等词 等词平等 平等什么呢 一切法都平等 一切的 咱们所说的一切散乱 就是禅定 禅定 咱们把它翻成禅定 单说禅就是净律 禅定的大海 让它全部都清静 有功夫的 有禅定功夫 人家见你就生欢喜心 为啥 你烦恼障 业障 一些战狗 全消除了 全清静了 我们都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 观世音菩萨心经啊 恐怕信佛的弟子 没有不会背的 但是能入到心经 体会到心经 懂得心经 那可就少着又少了 对 计划